警方接到电话骗局受害者报案 大约50名受害者上个星期 接到声称来自宿地公司的陌生人来电之后报警 来电者告诉受害人 有人利用他们的个人资料 寄出装有假护照和武器的包裹 来电者接着把电话转给另一名 自称是关卡人员或警察的人 这人要求受害者透露护照和银行户头号码等个人资料 所清至今他们没有从受害者身上勒索到金钱 警方促请公众当接到这类不明来电的时候要提高警惕 同时不要透露银行户头或是信用卡详情等个人资料